本來是約12點要起來 然後就要去 對啊 而且是他說要去的 我是跟志遠哥一樣 因為我們家他們也沒有停車場 所以我有時候 我比較早準備 我看他們已經開始準備 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好 我先下去把車開過來 結果我開過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等 然後手機也玩到爛了 然後就想說 奇怪 總共過了40分鐘還沒有好 結果上去以後啊 他們是全部都準備好 可是就跟那個 你一樣就跟前面 他前面都是鞋子 他跟我大女兒在討論說 媽媽今天穿哪一雙鞋比較好 他還問我大女兒意見 我大女兒才5歲 我大女兒什麼都說好 他就什麼都說 可是哪一雙好 結果後來一氣之下 我就把鑰匙丟在桌上 我說 然後那一天就一整天都沒講話 這樣 這樣你也太沒風度了 天啊 沒有預證的等一下會怎麼會來的 老婆都還疼的耶 我們不是異國的嗎 沒有啦 其實他就說他不去了 然後 我就很生氣 就自己帶小孩就走了 他們還沒娶我們之前 十幾個小時都等 然後 然後也跟你講 你知道我老婆 我講幾個語言 你只講話 好厲害 好厲害 他一個朋友啊 跟他一起在樓下等我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 在樓下等了我兩小時 我一上車的時候 你知道他那個朋友跟我講說 晨欣你真的要嫁給他 你真的太幸福了 你知道我們兩個在樓下等了兩小時 我已經很不高興 問你 問那個姚姚說 你等 你還沒有發瘋啊 他說 我等他都等了二十幾年 還差這兩小時嗎 就繼續哄 剛剛站在哪裡那裡控告我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遲到啊 太現實了 哇 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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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呢 因為那件事是因為 我 要參加我堂哥的婚禮 然後我就前一天晚上 我就有跟我老婆說 我們還召開課前準備會議 跟他說 因為 誒 堂哥結婚一輩子可能只有一次 就只有一次 那一定要 不可 哎唷 不一定喔 難說 對 難說 一定要 提早 不要說提早到我們也 就是吸鐵發幾點 我們就幾點到嘛 然後那天我還特地 找兩個小時 把我老婆挖起來 然後他就開始 都摸摸 吸摸摸摸摸摸 我說 老婆你摸這麼久 摸到發財嗎 他說 不要再催了 我說好 等一下我打電話給我媽媽 我說好 然後我就越吹他就越慢 就故意越來越慢慢 我說好 那我就不講了 小孩也先抱下來了 東西都拿下來了 沒有讓他拿到任何的東西 他就穿個高跟鞋 慢慢慢慢走下來 好上車了 到了 然後剛剛那個小夫哥是 跟在新人的前面一起 走星光道道進來 對 我們比較慘一點 我們坐下來的時候 人家已經 敬完酒了 新人已經回去 新人已經回去 上去魚了是不是 對 大概已經上水果了吧 然後一坐下來 要送客 一坐下來 我爸就開始唸 說你看 你看 都你啦 好 我告訴你 我剛才沒坐你的車 就開始一直唸 一直唸 然後我老婆就因為 我們要去吃 吃 吃喜酒 沒有 沒有吃東西嘛 他就開始就一個 GASI PIN這樣 就不講話 我們那天回家之後 我爸大概跟我 一個禮拜沒有講話 我跟我老婆大概 一個禮拜都沒有講話 我們三個就各過各的 我那一個禮拜 整個家很安靜 嗯 對 很安靜 沒有人住 現在都是男生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結婚不定只有一次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 哇 你還要 反駁喔 這可以反駁 我要 因為我要準備小孩東西 然後還要化妝 然後還要洗澡 還要洗頭 然後有時候 假睫毛也會戴不好 喔 真的 然後我就覺得 喔 這個假睫毛真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是幾點的婚禮 這邊是 中午12點半 然後她6點半才到 妳幾點起床 差不多9點 9點 好久了 因為我還要嗎 9點起床來不及去參加 12點半的婚禮啊 不知道 你開車去多久 半個小時 而且還是飛車 哇 半小時 所以妳30小時來不及 因為老公就只會 就是開車 然後停在紅線 然後等我 然後小孩的東西都不弄 然後就怪我 他說他打扮得很好 還不是讓你有面子 對 你看去參加喜宴 親朋好友都在看 你看我 你看一個老婆這麼漂亮 然後老公這樣隨便穿 這樣不是很有面子嗎 很有面子嗎 對啊 不過這每個人不一樣 那到底男生對女生的舒嬅 穿衣服到底要挑剔什麼 接下來第二回合 老婆梳妝打扮實在有夠腳 我說實在的 我已經不知道那個時間是多久 那我記得有一次參加一個喜宴 然後那個喜宴呢 好像有一個主題啦 就是可能要穿的就是比較華麗一點 然後可能就是有一個 那叫什麼 藏禮服 那種 對 他已經事先有準備好了 那我說OK 那應該這個喜宴應該會準時到 好 那我就說 他就化妝 你是裝黑人婚禮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也忘了 反正就是 你化妝化好了 我覺得OK 剛剛好 那化妝然後他開始跟我講 爸爸我穿這套衣服 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很好啊非常好 可是我這樣看來看去啊 三百六十度這樣旋轉看來 我覺得我的沒有腰身 沒有腰身不會啊 我覺得很好看 那不錯有腰身啊 他說 你要不要覺得我換一套好了 我換一套 不用吧時間快來不及了 我先換一套好了 現在還來幾 反正插個五分鐘沒有關係嘛 我說好換一套OK 他換了一個短的 我說這不是的那個主題啊 你幹嘛要換呢對不對 他換 那好吧那我再換 他換了差不多三套 換了三套以上 然後最後我就想說 媽媽三套 已經半個小時四十分鐘 你要不要走了 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拿捏不定主意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三套換完之後 回過頭 我覺得莫名其妙 你幹嘛還要換那三套 我就跟你講 因為他的審美觀非常好 我很相信他 但我覺得說你穿什麼都好看 因為你對這個部分 你很了解 那也很棒這樣子 那我說你就穿這套就好 他死都不相信我 OK 好了 結束那我跟他講說 那不然你穿好衣服 我先下去開車 我在那邊等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下去 我也下去了 奇怪 他怎麼還沒好 十分鐘不對勁 我先上來好了 催他好了 你上來看 他說 我說鞋子 衣服好了 要有鞋子 要搭配 要搭配 而且你知道衣服要 真的要穿上去 才知道說 合不合身 或者 因為不是每一件衣服都 常會穿到 不是啊 所以我們要要試穿 因為你這一套禮服 跟你要配的鞋子 還有包包 其實我再隔一天 我就知道你準備好了 你為什麼要 當下要去做改變 我說這個就可以了 很好看啊 而且 你們倒不相信你自己的眼光嗎 沒有 因為突然想到說 欸 某個包包很像 在哪裡被我找到 借口 那都借口 你都弄好了 那其實已經前天已經打好了 真的 這部分說實在的 我也有拍一段 喔 有影片 我有真相 要點等你了 欸 我都穿好了 好啦 我已經在門口了 可以喔 可以喔 都可以 你還 因為這次一段就是要選鞋子 可以了啦 可以了啦 要不要這邊好喔 可以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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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選的東西都OK 好不好 鞋子呢 現在你準備好了 現在你準備好了 這個好不好 這個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 你都不是有那個 你都 有真高啊 我就說你 準備好的鞋子 你已經放好了 你就放 你就直接 你隨便穿一雙鞋子到那邊去 你到露營之後再穿就好了 不用再拖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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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是 你就穿一般的就好布鞋嘛 你等一下到那邊不是會穿那個什麼 高跟鞋 你 你紅色露營穿戴著就好了 沒有什麼 那麼多鞋子 你再前一天就要準備好了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全部鞋子都是你選的 結果最後 還是又換回來我的布鞋 就那個門一直很難踏出去 重點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那個門就一直被我這樣開來開去 你為什麼要一直換 而且你上通告的時候一定是穿高跟鞋嘛 那你幹嘛要在出門的時候去改變這個 你已經準備好的東西出門就不會 我們就不會有些爭執你知道嗎 其實有時候你都不去想說 他每次都這樣喔 就倒頭就比如說小朋友睡覺 他也就洗完澡就倒頭去睡 完全就不去想說 我隔天要穿什麼 因為他每次都覺得說 我老婆會幫我打理好 然後呢三更半夜我要整理 家裡西地板 幹嘛我沒的沒的 然後已經兩三點我想說 好那早上起來 我知道他要穿什麼 那我再去找他的 可以跟他搭配的就好了 可是呢有時候呢 因為我們剛搬家 我就想要找他那件褲子 然後就想說那個衣服跟褲子 到底在哪裡 就花了一點時間 找到他的 欸忘了自己的 常常會這樣吧 對不對 然後因為早上你知道早上要出門 現在用小孩已經有起床器 然後又突然忘記說 我到底要穿什麼 好算了算了 我本來今天沒有要跟他穿一樣 我本來其實想說自己穿漂亮一點 結果後來因為他一直在那邊吹吹吹 然後也不會幫我拿那個大包小包 我很討厭那種 欸你快點好不好 你到底在幹嘛 你知道我真的會腦子一變空白 所以也就是 台灣的男人結了婚之後 衣服都是老婆配的 好像滿多是這樣 幾乎都是啦 因為他自己配都不會配 所以沒人從來沒有幫你老公配過衣服 你看 他都穿西裝吧 從前沒有 現在沒有 未來也不會有 漂亮 非常好 因為我能夠把我自己穿好 都已經是一件 而且我穿一本簡單 我就運動褲啊 我不一樣對不對 你是你跟他們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衣服都是你們買的 對 他不會自己買衣服 從頭到外 從內到外 而且我跟你講 不只他幫我們買 幫我們搭 其實平常我還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我還要陪他一起 看所有的 好危險 不曉得那個 那個什麼叫 決戰服裝伸展台什麼東西 十三世紀這樣子 每一集都看過 真的 我跟那個哪有興趣啊 他說不行 你要坐到旁邊看 看人家怎麼穿衣服 但你沒品味 我媽媽還是會幫我爸爸挑衣服 跟搭衣服 幫他買衣服 對啊 Well I'm so lucky So lucky 好換手 對